小童玩具 哈喽小朋友们你们好 今天又要和大家分享全新的植物大战僵尸玩具咯 那都是什么呢 快让大夫陪我们介绍一下 首先介绍的是这个绿色的植物 老朋友们是不是都知道它的名字呢 它就是豌豆射手 既然介绍了豌豆射手 那它的好朋友也来了 就是这个蓝色的和豌豆射手长得很像 它的名字叫做寒冰射手 它能够连续喷出炮弹很厉害的哟 哇 第三个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红色的玉米 玉米头手很适合远程攻击 不知道这一次它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呢 介绍完玉米头手 当然也不能忘了它的好兄弟 这个头手长得和玉米有点相像 它是黄色的 到底是什么呢 知道的小朋友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了 今天只有这么一点点植物 真的能打败僵尸吗 大夫可是有秘密武器的哟 那是什么呢 一起来看看吧 哎呀 僵尸来了 是一个蓝色的便衣铁通僵尸 哈哈哈哈 别怕 兄弟们 看我的 豌豆攻击 哦 好像没什么用啊 嘿嘿 豌豆 我来帮你啊 寒冰炮弹 哈哈 僵尸倒下了 哎呀 不好 僵尸又摘了起来 它还召唤出来了 它的小伙伴 这下 植物家族要对战四个僵尸了 其中 还有超级厉害的埃及僵尸 他们能打赢吗 兄弟们 我们一起上吧 哈哈 僵尸们被植物给消灭了 只是 植物们也没有炮弹了 哦 哦 哇 来了一个巨人教室 它还带来了它的武器 哦 植物们全都被打倒了 有危险 哼 巨人教室 加纲克二 看我的厉害 哈哈 这下子 僵尸家族的入侵计划 又失败了 哦 哦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植物大战僵尸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订阅哦 下期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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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